英国威廉王子40岁生日之际 他的头像将登上5英镑硬币 这将是威廉王子的头像 第一次独自登上英国官方的硬币 今年6月21日 威廉王子即将迈入人生的40岁阶段 英国官方硬币制造商透露 威廉王子的40岁生日将有一个特别的里程碑 他的头像将成为5英镑硬币的头像 硬币上的头像参考了2018年6月 威廉王子在女王生日派对上的照片 纪念币上 威廉王子的头像是一个四分之三侧脸肖像 凝视着硬币右上方 肖像左侧叼着数字40 右侧叼着他的皇室徽号W 这样的肖像较传统的侧脸肖像更为活泼 纪念币的另外一面雕刻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纪念币的侧原会雕刻一行说明 剑桥公爵殿下 除了新的5英镑硬币 一套两枚限量版硬币也即将发行 套装中包括0.5盎司的黄金庆祝硬币 和1982年的君主硬币 而1982年也就是威廉王子出生的那一年 此外庆祝系列还会有一枚限量版硬币 由5盎司的优质黄金制成来纪念这一特别时刻 这枚5盎司黄金硬币上会采用激光技术来雕刻高幅雕 让威廉王子的肖像看起来更具3D效果 只是王室专家质疑 设计师似乎刻意以浮雕技术 巧妙地让威廉的头顶有更多头发 设计者则认为 这个做法无疑将让威廉看起来更年轻 更有活力 此前 威廉王子曾和妻子凯特王妃一起登上一枚英国官方硬币 这枚纪念他们结婚的硬币发行于2011年 这枚纪念他们结婚的硬币发行于2011年